中共官媒宋洋义和团及风桥经验被宣传排外思想,中共官媒人民报日前发表有关风桥经验,为何历久迷新文章,提到风桥经验实现了补人少,治安好,能够就地解决问题不必网上承报。 新华社随后发表了义和团相关文章,在中美关系紧张之余,发表文章也被中国网友认为是宣传排外思想赞助商,链接赞助商链接综合外媒报道。 风桥经验起源于1960年代的浙江省朱进县风桥区主张,就地化解矛盾,坚持矛盾不善交,近期人民报记者采访发原地浙江时,指出它的内涵在新时代更加丰富,从维护治安进阶到防范社会的任何安全风险。 人民报的文章中说明,浙江省如今划分成7.08万个网格安全责任区,每个网格接配有一名专员及各种职责物一身,全面取代各类亨及协服人员,透过全科网格实现小事不出村,大事不出镇,威事不出阁,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 新华社也发表民族意识觉醒,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一文,写道义和团先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,在壮大组织后将矛头指向外国强权,与八国联军抗争展现了百年前中国民众团结欲武的决心。 文章在中国各大网络上,不断转载中国网民质疑中美贸易战风波,为平官媒发表的文章颇有维稳,即排外含义认为中共此举如同在推广这种维稳模式,日后中国言论自由将更加线缩。 也有网友表示义和团看似爱国,实际上却是群人不清世界大事的渔民,对宣扬爱国精神,恐怕没有太大用处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。